男人三大爱好一,烟可是个好东西 对于男人来说,是不是就像卫生巾之于女人 孤单的时候,伤心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,很累很累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,和兄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,看风景的时候 不管心情如何 只要你想他,随时随地都可以掏出他来 点燃,他陪你,不离不弃 当然前提是裤兜里有烟 没烟也没关系,马路上看到抽烟的人 打个招呼,一般是都会给你点一支烟的 正所谓天下烟明一家人 女人是痛的,每个月都得流血 一辈子还会有几次撕心裂肺的大痛 其实,男人也是痛的 男人一辈子都在拿命在拼 幸好有烟,古时候没有烟 如果有的话,鲁智森,林冲,程咬金,项羽什么的 估计都是烟明啊 07年就开始抽烟了 一直是红河,劲儿大,便宜 硬包装记得小时候是卖4块5 后来涨价到了5块,后来6块 来了深圳,4块5又能买到了 红河在燕界,就像食物界的馒头 奈饿,便宜,实在,又有点单调